大家包子們早安啊 這邊是等一下要出門的小貝 那在出門之前先 拜託這位直接很舒服 是 這次的虛空上能帶來的東西 那首先這次帶來的新東西 算是新東西嗎不算是吧 就是一把假音樂無散 這把的話是在 Tenocon上面的武器 就是Tenocon的觀看獎勵這樣 那MOD方面的話 毀滅Fastor Prime 騎士卡 然後 兩張元素卡 就是鮮彈槍的 那再來是霧槍的活動火 以及全面接觸這什麼爛東西 那在外觀方面的話 有Zephra的不朽外觀 買一下好了 然後是救贖者的渡頭外觀 一個家宅P4 好像 猶豫虛哦 餓了 然後是虛空商人的 指揮班頭罐 酷娃的面罩 酷娃的面罩 酷娃版本的守護面罩 然後再來是 酷娃版本的守護尾巴 以及不知道為什麼會有的酷娃腿 然後是狂殺的渡頭外觀 再來是一整套的 彈 盧凱 裝甲 做一個 武士風格 中國武將風格的感覺 以及 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放出來的先直徑 然後在武器方面說 展現午餐之外呢 還有零精的石髮女 哦 那這把的話 稍微覺得還蠻不錯的 可以拿來用 然後再來是零精的格拉卡達 然後是虛空商人的站姿 Roking的撤離點 Capture 場景 虛空商人的 壁紙 然後再來是一個 虎威爾的卡片 以及每次都會有的 零威爾的撕殺 那以上呢 就是這次 虛空商人帶來的東西啦 啊 裡面的話 小伯覺得比較值得買的就是 兩張 現彈槍的Primand Mode 以及 斬越武士還有另外兩把武器 然後 外觀方面的話 這兩個算是還蠻不 不這兩個 這三個 算是還蠻好看的 在有些造型上面會用得到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東西啦 欸 等一下 來試試 Jephra的 那個 不朽外觀 Jewssef好多 好多欄位喔 又有這個 好奇怪 有一種 白馬線的感覺 那種 黃色白色的白馬線 黃色白馬線不是白色 好啦 那以上就是 這次的東西啦 那 今天的話說是要影片 應該還會有一部影片上傳的 應該啦 小北盡量 那我們就晚點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